香港地小人多 走街逼,住得更加逼 不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狹窄 连人与猪的距离都越来越近 这里是柴湾港铁站 对出的一条天桥 近日这个位置 不时有市民在这里注足观看 原来就在天桥对开不够三米 几乎是新手都碰到的一棵树上 竟然有一对班扣父母 在这里捉巢生儿育女,开枝散叶 你看几只班扣孩子多脆脆 大明星大帝 为什么这么说 拍照拍了十几天 我每天走过都看到,每天都看着她 母亲很聪明 为什么这么说 出去是维扣小鳥 可以这么近距离看到你又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亲切 看到她从她的布袋开始 然后就变成了小朋友 没有毛,然后有毛 又觉得奇怪 那轮落这么大雨 也不怕冲了她去 啊,这里一定是风凉水冷 环境特别好 因为除了这里有一家人之外 原来这里也有一家 那里有一家,这里有一家 两家人 我觉得很感动 那两天才知道她那里有删斗 这里就第一次见,挺开心 究竟班扣为什么会飞入尋常百姓家呢 市民观赏他们的时候 又有什么要注意 朱镇班扣是香港的楼鸟 他们全年都会在香港这一道繁殖 这种雀鸟虽然很适应城市环境 也很习惯有人类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观察任何野生雀鸟的时候 都要注意 不要刻意干扰他们 如果那个巢本身已经很近人 我们最好避免长时间逗留或围观 因为一旦亲了兽鸟离开小鸟的BB 甚至乎那些幼鸟的兽鸟跌出巢 也有机会使他们死亡